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說的是星際大戰首部曲 一個用11部電影 在講大魔王到底有多強的故事 那我要開始囉 在這個故事裡 高度的文明使各星球的生物 能在宇宙中自由移動互相溝通 非常和平 大家甚至在首都星球上 組建了共和國想攜手管理宇宙 那這個共和國怎麼玩呢 就是每個有規模的星球種族 派一個代表成為共和國議會的議員 然後議員投票選出一個議長 再由議長主持會議和議員們投票商討政策 就像現在 大家正在會議廳討論 偏遠地區的星球 應該要收取更高的過路費才對 再來議長背後 有一個與其互相監督的單位 叫做絕地聖殿 裡面的成員人稱絕地武士 他們的宗旨 是維持役會秩序推行民主守護共和國 而絕地聖殿是由世家爺爺所領導 他目前能控制的原力 是所有絕地武士中最高的 這個原力是一種存在於天地之間的能量 少數人才能感應到 然後你可以運用這種能量來隔空取物 飛簷走壁 催眠他人欲知未來之類的 像你現在看到的就是世家爺爺 在表演用原力隔空撈河中的飛船 接著整個故事正式的導火線 大魔王就登場了 我們從他出生的導火線星球開始講起 這個星球是明雪女王制 目前的女王是由小龍女所擔任 而他派去共和國當議員的 就是大魔王 但他沒想到 大魔王其實是應該滅絕的西斯武士 這個西斯武士 跟絕地武士很類似也會使用原力 差別在 他們專門利用人性的邪惡來修煉原力的黑暗面 就是所謂的戀邪功 譬如大魔王的徒弟 這位從來沒卸過妝的紅臉阿伴 他內心的邪惡就是殺盡絕地武士替家人報仇 阿報仇這種負面情緒就能讓他使出強大的原力黑暗面 而大魔王的邪念就是一統天下 他一統天下的第一步是酬軍費 他用強大的原力黑暗面說服了貿易聯盟的首領 紅三合同成為他手下幫他去做走私貿易賺錢 但後來 共和國不是開會決議要提高偏遠地區星球的過路費嗎 這狀況會讓常常要跑來跑去繳過路費的貿易聯盟 做貿易的成本變高很多 錢變得難賺了 所以大魔王不滿地使出更壞的手段來賺錢 他要求紅三合同帶著手下 卻封鎖偏遠的導火線星球的通訊 在派旗下的機器人軍隊入侵 進攻星球上的王城 將小龍女抓起來逼他簽署 自願被入侵且同意免收過路費的協議 會選導火線星球開刀有兩個原因 一是小龍女如果真的簽署了協議 那貿易聯盟以後除了做貿易更方便之外 大魔王還能回來以小龍女無法守護星球為由 罷免他甚至取代他 啊如果沒軍隊的小龍女想拒絕簽約 肯定得回共和國討救兵 但一定討不到 這時他就能使出下面的手段 借機來讓自己成為議長 共和國議會目前的議長 是只想等退休不想幹事的白髮老頭 很多議員對他很不滿 卻一直沒人想開先例對他提出罷免 而白髮老頭在導火線星球訊號被封鎖前 也有收到該星球的求救訊號 但收完後他只通知了絕地聖殿 去確認消息的真假而已 其他事他都不想管 那絕地聖殿知道後 就派出兩位絕地武士前去調查 一位是演員有地球最強老爸之稱 也是第一個練出原力靈體的絕地武士 所以簡稱他為阿姬吧 另一個是阿姬的徒弟簡稱小姬吧 阿兩姬開飛船一來到導火線星球 就從原住民青蛙地口中打聽出 女王已被抓的事 於是他倆趕緊讓青蛙地帶走水路 潛進小龍女的王宮裡 再跳出來用原力驅動的原力劍 打倒正要押女王去簽約的機器人軍隊 順利將小龍女和他的侍從救走 並帶著他們搶了一台宇宙戰機 打算飛逃回共和國告狀 可惜他們逃跑的過程中 被紅三合同的宇宙航空母艦給擊中損毀 害他們飛不遠了 只能勉強地先躲到附近的媽媽星球 然後阿姬再帶人來這邊一處維修站 拜託老闆蒼蠅叔叔 幫他們修飛船 但大家在逃難身上沒錢付不出修理費怎麼辦 不怕蒼蠅叔叔的一個小奴隸楊過 至高奮勇的跳出來說能幫忙 其實也不算至高奮勇 楊過是太聰明 年紀輕輕 就知識淵博看出阿姬是他向往已久的絕地武士 還有小龍女美的不可方物 是他一直想娶回家的類型 所以為了更接觸這些人 他才主動帶大家回他媽家休息 並提議說 明天剛好有一場車賽 他也早幫自己設計了台必勝賽車 重點是他覺得自己必勝 所以他要阿姬 去跟蒼蠅叔叔下注 他輸了 阿姬就把想維修的宇宙戰機賠給蒼蠅叔叔 但如果他贏了 蒼蠅叔叔就得免費幫阿姬修宇宙戰機 而阿姬也順便拿必勝賽車幫楊過跟蒼蠅叔叔 說下一個注賭楊過輸的話 必勝賽車給他 楊過贏的話就不用再當他奴隸 那結局可想而知 楊過當然在車賽中奪冠 所以他不用再當奴隸了 還被阿姬邀請去接受絕地武士訓練的 和他一起登上 修好的宇宙戰機 然後一同飛往首都星球 找議長告貿易聯盟的狀 說他們非法入侵別人的星球必須受罰 但白髮老頭卻不想得罪貿易聯盟的議員 所以仍然在會議上推託地說 要先做更全面的調查 證實真的有非法入侵行為 才來討論下一步該怎麼做 小龍女聽了怕調查完他星球都滅了 所以生氣的 在議會上發出罷免白髮老頭的提案 指責他無能要求選新的議長 接著他再找阿姬小姬洋過 陪他飛回導火線星球 請求一指獨立行動 隱藏在森林中的青蛙族 幫忙趕走貿易聯盟 雙方就這樣發生了戰爭 過程就不多說了 反正就是 而一直在等機會的大魔王 則是在議會上靠這些年累積的人脈 順利被投票成為新議長 同時他還派他徒弟 紅臉阿伴回導火線星球參戰 想讓小龍女這邊戰敗 這樣到時候他再用議長身份回去救援 肯定能得到很高的聲望 以後講話分量比女王還高 等於也控制了這星球 欸可惜他的計畫失敗了 因為紅臉阿伴遇到了阿姬跟小姬的反擊 雖然他刺死了阿姬 但小姬也因此氣得大爆發 想替師父報仇的 跳起來大吼一聲阿姬掰 一路好走 然後一刀把紅臉阿伴切成一半 另一邊戰爭因為楊過搶了一台宇宙戰機 飛到宇宙中 摧毀了紅三合同的宇宙航空母艦 啊母艦一爆由母艦統一控制的 機器人軍隊就無法行動 等於導火線星球就戰勝了 最後拿到議長未至的大魔王 帶警察趕回來 假裝逮捕紅三合同收拾殘局 首部曲到這邊就結束了 而這只是一個開端 等等記得繼續來聽二部曲的故事 掰